记者杨振俊台中报道,有鉴于郑信则在审案仍改案无罪,是法务部发布检查机关办理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作业要点以来第一桩成功案例,台中高分检检查常将会明说出现郑信则案哀经误洗,但也让检查机关更有信心从往年有罪确定案件中在努力挖出原预案,即日起由他召集成立办理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会, 积极主动展开冤案救济,台中高分检市在104年11月间陆续接获媒体及民间团体对郑信则涉嫌杀人案可能有冤情,将会明指派检察官调取该案卷及组成小组进行研究,发现该案现场确实缺乏科学有效鉴定,报由台高检王天盛检查长认同并给予经费补助, 105年2月3日宋台大医学院及该校法医学研究所为综合鉴定后,发现却有冤错刑事,即检察官职责,由陈姓明检察官承办申请再审。 而法务部长邱泰三上任以来,在106年6月13日就发布检察机关办理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作业要点,就有指定二审检察署立及成立冤错案救济单位及办理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会, 由检察长担任召集人成员,包括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检察官,法医,见识专家,刑事法学者,律师及退休司法官代表若干人组成,其中不具检察官身份之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数二分之一。 可受理来自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各地区律师公会等组织或团体提出有罪确定案件审查意见书之审查, 以发现真实避免愿意建立有罪确定案件之审查机制,强化展现检察官客观性义务,正性责案或判无罪,原本就期待此判决结果, 但哀惊勿喜这场仗没有人胜利,但却避免了冤错,值得欣慰。